柳大哥讲话 这张照片是70年代 长相遇老师 拼到我们团园林男代的时候 林景团都要给他找像 我说长老师 咱俩也照一张吧 照的这张照片 70年代 很有纪念意义的 我跟长相遇老师 合作了30多年 我是他长相遇老师 当时他不会谱字 我给他念谱字 教他 他练一遍 练一遍 十七年 我说你再拉长一点 他会十七年 他说我再来几遍 他自己又来了三四遍 他很认真 很谦虚 一句细语 能唱好多好多遍 一直唱得很满意了 他也觉得满意了 我们也觉得满意了 他再听他 他对戏很认真的 我跟他合作30多年 合作了 红娘 红白花都合作过 其他有柳河湾 红灯记 红灯记全聚 红灯记折子戏 这些段子我都给他合作过 我跟严利平合作过 陈树珍也合作过 吴比波也合作过 岳定的神丰门也合作过 曲红的张气坊都合作过 很多名演员 70多个名演员我都合作过 我跟长安院合作最舒服 为啥最不 他唱的特别过瘾 有的那小嗓都不敢敲 恐怕压住他嗓子 他都敢敲 他嗓子宽呢 要高优又高优 要低优又低优 中印 他要气口 他气口还长 特别震动 特别震动 还有我们上北京演出 一开始演红灯记的时候 拉把第一遍零 第二遍零中间 要报杂字幕 我们头一会不知道 忽然间来一个 哗 给吓冰包一样 就他们几秒钟 完了 跟大地震一样 我这是干啥的 最后才知道 打字幕 打了李奶奶长相遇 他说 Sanry 你往那一坐 我嘴放心 因为啥 俺那喝多磨其 他的喜我都会敲 我刚需要用个脚敞墙 还叫他那喜 他的喜我全部都会唱 他的喜我全部都会唱 我说 他也不过